聪明人三秒就能取出爱心环,脑筋转不过弯的人给他三年也做不到,让爱心环直接从两边出,是出不来的,还大功小,稍微聪明一点的会想到那先取出铁杠呢,结果是,无论向左还是向右,两边都被牢牢困住,这也行不通吧。 这个时候就要考验孩子平时有没有做思维训练,习惯独立思考的孩子大脑就越聪明,经常玩这类智力玩具的孩子能细心观察到,两个铁扣一个大,一个小一点,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,发现的也没几个人去重视,而这恰恰就是意志玩具的绝妙之处。 此时在调动我们的空间想象力,让爱心中间的凹槽穿过圆孔,把铁杠摆成垂直状态,从上往下掏过小孔,紧接着退回来,成功取出。 如今的孩子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,不爱接触枯燥的知识。 一对北大父母给家里孩子玩了半个月的智力解环解扣玩具,孩子的专注力和观察力都有很大的变化。 比如这款智力解扣24件套玩具,为种玩法不一,有难有益,需要仔细观察,认真思考,分析推理, 会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孩子处理问题,解决问题的能力,为之后融入社会打下了基础,快点击左下角安排一套。